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布局也是挺关键的 出雕呢我们也就打开 然后就说精雕细刻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雕刻得很深 因为雕刻的太深了 就像古代他老是去磨的 可能他这辈子用过这个他还穿带的 教个儿子甚至去磨的 他也会磨穿的 那么我们必须这个燕堂尽量雕刻的浅一点 当时初中毕业 我们的一个亲戚在我们那边的一个小镇上办了一个雕刻厂 我们前的雕刻工 不光雕刻艳台这一项手艺 前的山雕 木雕 石雕 专雕 也都会 最喜欢的应该是清新楼面 三年还没有坚持下来 那个雕刻厂就倒闭掉了 我的那些师兄师姐他们 当时就不做了 转行 在那个时候就 我跟我师父两个人在做 三年出来之后 我就 在那个我们千岛湖镇的一个 客业码头 开了一个小小的民店 还是借了八千块钱 主要是借业务做 木雕 石雕 专雕的业务 那么偶尔 买业务的时候 做些清新楼面 开了一年半 倒闭了 开不下去 这家店当时开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师父他也转让了 就我一个人在做 这家店 这家店还是跟以前一样 清新农业呢 相当于说这个销量还是少的 我还是多做一些木雕 其他的艺术品 把那些的秀义 来补助之这一块 也就是说蔡东墙补习墙 挺尴尬的 太尴尬了 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结果没人欣赏 没办法为了全城这个清新农业 还是要做 在清新农业效益不景气的情况下 土地不是那么好招 这个学手艺 特别是学雕刻 学习的过程太长 那么就容易放弃不学 我那个时候从开店的时候 总共七八个瓦 有一个我还是很满意的 在清新农业这一块 它在去年我们县里 还也平了一个县级的传承人 我这个记忆也是后继有人了 以后下去呢 还是注重品质 把以前好的文化保留下去 把它发扬下去 和列为主要交易 那是这个玉米 对来说 我们的这些是 一个一个生命创造的 对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好生命 就是我们的好生命 在世面 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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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命